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 《字幕志愿者 》 大家早上好 我當時我們願意能夠來一起敬拜我們的神 是在讓我們一起來唱這首 聚會榮耀一生 讓我們唱朋友我們一起來做動作 一切聚會榮耀都為我做我的生 你是陪的歌熊與讚美 我們高聲不壞 我們高聲不壞 高舉耶穌的名 好 我們高聲不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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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们再唱一次 一切高雄赞美 都为我做我的事 一切里的高雄也赞美 我们高雄武汉 我们高雄武汉 高雄武汉 Hallelujah 重边 Tame tu Aleluia Oh Tame tu Aleluia Halleluj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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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e tu Aleluia Oh Tame tu Aleluia Hallelujah 好 上帝给我们一个嘴巴 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巴来敬拜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我要唱年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年华的大慈爱 我们是你的心事 永不可不再认知的 你的心事知道 永不可不再认知的 我要唱年华的大慈爱 永不可不再认知的 永不有所以沈爱 永不可不再认知的 我要唱年华的大慈爱 永不可不再认知的 一旦三世 一旦四世 永不如我自然值得 一旦四世 值得永远万年 我要成年为你大自爱 永远我要曾 我要曾 我要成年为你大自爱 永远我要成年为你大自爱 好棒 接下来我们一起唱这首 《我们都是神而你》 我们都是神而你 让我们先在手 一同学生祖耶稣 爱生爱人爱自己 学校结束 多个好小孩 学校结束 《我们都是神而你》 《我们都是神而你》 多个好孩子 学生祖耶稣 《我们都是神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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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神而你》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误会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使人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群 昆虫 水珠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 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知子戏的耳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 送赞那 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 咒诅 主那照着 神形像 被照的人 送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 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甜苦 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五花果树 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 能结五花果吗 咸水里 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品格是慎重 你们有听过慎重考虑这句词吗 慎重的意思就是小心 在我们每天生活中要小心的 是我们口所说的话 我们要小心说话 谨慎我们的言语 为什么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呢 我们要谨慎言语 因为若不谨慎的话 我们的舌头 虽然在我们身体是最小的部分 但可以带来最大的伤害 就好像小小的火 若不小心使用 就能造成森林的大火 有一个蜗牛的故事 能说明谨慎言语的重要 你们想听吗 这个故事是取自小麦子 故事物的绘本故事 有一天 小蜗牛见到蜘蛛 就对猪说 天哪 你好肥哦 奇怪 你的腿竟然没有被压垮 蜗牛有没有小心他的言语呢 没有 蜗牛的话其实伤害了猪的心 但是猪不想让蜗牛知道他的心里受伤 他就回答说 我的身材刚刚好 我可以在泥巴里滚来滚去 我也吃得很开心 我很高兴我长得这样 边说就边捂着优美的脚步 离开了 但是猪的心里沮丧 想到蜗牛对他说的话 过后他看到在树林里 兔子在树洞里躲起来 就对兔子说 单小鬼 你小心哦 你每天都会过着怕怕的哦 猪的这句话 好听吗 不好听哦 也不赏不赫疑哦 圣经告诉我们 原以暴剃触动怒气哦 其实猪的话 使到兔子生气哦 兔子就说 你乱讲 我当然要小心啊 如果狐狸追我 我才不被他抓到呢 说完 兔子又躲回树洞里去了 但是兔子的心 是很生气的哦 当他走着的时候 他见到大狗 在阳光下睡觉 他就走到大狗面前说 喂 你真懒啊 你什么事都不做 整天只在那边睡觉 兔子的这句话好听吗 听了会舒服吗 不会哦 大狗听了心里也不舒服 对兔子说 你安静啦 我才不懒啊 你看我过字子 不是过得很不错吗 我今早才追逐了 爱在主人家大小便的猫 而且我每个晚上 还为主人看守家门呢 我只是现在想 小睡 做个美梦 梦见多只的骨头和漂亮的狮子狗 说完 狗就闭上眼睛 想继续的睡觉 但是狗睡不下觉 他想到兔子的话 心里不舒服 他就走着走着 就见到蜘蛛在蜘蛛网 他就走到蜘蛛的面前 说你的腿好细 好怪哦 狗有没有谨慎他的言语呢 没有 圣经说 这个狗的话 其实刺伤了蜘蛛的心 但是蜘蛛不想让狗知道 他就回答说 怪有怪的好 大家都不喜欢我的样子 大家看到我就会逃跑了 边说就边爬到王子的顶端 但是蜘蛛心受了伤 不愉快 过后他就看到百儿在那边 快乐地吃草 他就走到百儿面前 说 你这掉头儿 明天你可能就会被丢进锅子里了 你怎么都不怕嘛 这个蜘蛛的话 是当吗 不是当 而听了 也不快乐地吃草了 不能快乐了 但是 不想让蜘蛛知道 他心里不安 他就回答说 明天也许会 也许不会 我为什么要烦恼不能够避免的事呢 我可不让不快心的事 来影响我这可爱的一天 说完 蜘蛛就跳进清凉的湖水里 但是 他一天也被破坏了 接下来 他就走着 后来他就见到了 小蜗牛 在土堆上面 他就对小蜗牛说 喂 慢吞吞的家伙 今早上 看到你在土堆下面 现在才爬到土堆上面 啊 耳的这句话 听起来 能够使人得益处吗 不能 你喜欢人家说你慢吞吞吗 不喜欢 蜗牛也不喜欢人家说他慢吞吞 但是 他不想让儿子到 他心里不服气 他就说 我在土堆上 能够看到漂亮的风景 而且我现在跟耶稣 谈天说地 这是个美好的一天 刚百儿 离开了过后 那天晚上 小蜗牛心里很不服气 他说 怎么百儿说他慢吞吞 这时候 他忽然先想起 今早 他也对猪说的话 说猪很肥 猪也应该很难受 所以 隔天早上 他就找猪 然后 要向猪道歉 他说 猪啊 对不起啊 我没有谨慎我的言语 我说了伤害你的话 请你原谅我 其实 我喜欢你 就是因为 你胖胖的 我喜欢做你的朋友 蜗牛的这句话 听起来 好听吗 对哦 这次 蜗牛的话 能够死人的益处了 猪也原谅了蜗牛 过后 猪也想起 他应该向兔子道歉 所以 当他见到兔子 他向兔子道歉过后 兔子也原谅他 过后 兔子呢 就去见大狗 然后向大狗道歉 然后过后 大狗呢 就向蜘蛛道歉 然后蜘蛛呢 就向白儿道歉 最后 白儿向谁道歉呢 蜘蛛 啊 对 蜘蛛就向蜘蛛道歉 到了晚上 大家都原谅了对方 而且他们也能够快乐的做自己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若我们的口 说好话 或者是 喝鱼的话 就能造就人 但是若我们的口 像蜘蛛之前 所伤害的话 就会使到 许多人难过 如何说 造就人的话呢 啊 如何说造就人的话 造就人的话 使听见的人 得益处 那你们听听一下 这几句话 会不会使人得益处 你唱歌唱得好棒啊 这个听起来 使人得益处啊 人家会得到鼓励 这个是造就人的话 接下来 可不可以把门关起来 这句听了 什么感觉呢 哦 他是有礼貌 使人得到尊敬 若没有小心言语的话 可能会说 关门啊 那就会使人 受伤害 接下来 另外一句就是 谢谢你帮我拿东西 这个听起来 是造就人的吗 对哦 使人家得到被感激 所以都是 使人的益处的话 圣经教导我们 不应当用我们的口 来唱诗赞美神 过后一转身 又向我们的朋友 大骂或者是批评 这是不应该的 就好像一个泉水 不能够发出 又甜又苦的水 两样 或者是 葡萄树 能够生长 榴莲吗 不能哦 若那全员是甜水的 只能发出甜水来 若 葡萄树 只能够生长葡萄来 我们的心就好像全员一样 若我们的心底是 良善的 或者是充满主的爱 那我们所说的话 就会是良善 有爱心 鼓励和帮助人的 小朋友们 你是否发觉 控制舌头很难 很多时候 不小心 又说出伤害的话 讽刺的话 或骂出话 说谎 或许你在家 时常 与兄弟姐妹 争吵 使到对方 心里受伤害 甚至哭 你心里知道 这是不对的 但你 却控制不了 圣经告诉我们 没有人 能支付舌头 各种各样的动物 都能被支付 唯独舌头 不能被支付 很多人也知道 不应该讲 别人的闲话 但却乐不住 自己的舌头 你是否 也常参与在其中 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能误会全身 这使我们 以圣界的神 隔绝 但神派他的 独圣子 替我们 成为罪 好叫我们 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誓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愿意 不再让舌头 误会你的全身吗 今天 神要你 不再用自己的力量 来支付舌头 耶稣 要进入你心 成为你生命的全员 小朋友们 你愿意接待耶稣吗 耶稣 并且进入我的生命 并且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帮助我 不再说不好的话 能谨慎愿意 奉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朋友 现在是我们说奉献的时间 奉献呢 是我们对神的一种爱 现在我们来唱这首 《诚心奉献》 《语言之歌》 《诚心奉献》 《诚心奉献》 分别微笑 做足时空 抚印寸遍地藏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谢谢你保守我早上的同来崇拜 求祝你帮助我们的口 能够常常说出感谢 感恩的话 赞美祝你自己 不但赞美你 也赞美我们身边的人 家人 谢谢祝你赐给我们有父母 有能力赚取 我们所奉献的求祝你跟那 如此感恩 仰望 祷告 奉靠九月书名所祈求祝 阿妹 阿妹 祝你阿妹 祝你阿妹 四年级到六年级 第一 什么的言语可以造就人 A 恶毒 B 智慧 C 粗暴 第二 谁利用人的舌头来离间人心 使人彼此为仇 A 魔鬼 B 天使 B 天使 C 上帝 3 能够旅行什么的人 就会取得别人的信任 A 诺言 B 谎言 C 方言 第四 自拖舌头就能控制自己 就会怎样 A 做不该做的事 B 不说不该说的话 C 以上两个都不是 5 什么一旦出口便会迅速传播 难以遏止 造成严重的后果 A 谣言 B 闲话 C 以上两个都是 又小级到三年级 第一 什么的言语可以造就人 A 恶毒 B 智慧 C 粗暴 第二 谁用人的舌头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A 魔鬼 B 天使 C 上帝 第三 说到没有做到 会失去什么 A 信用 B 希望 C 梦想 第四 控制什么就能控制自己 B 不说不该说的话 A 眼睛 B 耳朵 C 嘴巴 第五 什么一旦出口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A 是非 B 闲话 C 以上两个都是 C 四年级到六年级 B 经文 B 真言书 B 二十一章 B 二十三节 B 尽守口语舌的 B 就保守自己 B 免受灾难 B 幼稚班到三年级 B 经文 真言书 二十一章 二十三节 B 尽守口语舌的 B 就保守自己 B 免受灾难 B 尽守口语舌的